造就江户时代的一代萧雄德川家康出身自三河国的松平市 前推一百多年在市庭幕府时代 松平市还只是三河国家茂郡 松平乡松平村的一个以商谷发家的小领主 在极为重视血统身份的日本古代 这个没有什么家世渊源的小家族 是如何在众多家民显赫的望族中脱颖而出 成就一统日本的幕府霸业的呢 按照惯例 我们当然要从头说起 从松平市刚刚来到三河市说起 市庭时代 松平市的祖上 一个名叫松平信众的商人 从外地移民到了松平村 自此定居下来 后来便改成松平市 在松平村这个小山村里 这位事业有成 财力雄厚的商人 通过阶级乡民修建四舍 竖起了威望 又通过购买土地 逐渐扩大家业 后来 在一场联歌会上 松平信众看上了一个叫德阿弥的和尚 便把这个和尚留在松平家 做了自家的女婿 这个和尚改名叫松平亲事 后来继承了松平家的家业 成为松平市第一代家多 在松平亲事手下 松平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财富积累越来越多 不断买入土地 并和幕府公家 一世时搭上了线 松平家也从单纯的商人 逐渐转变成为 占地为王的地头领主 到第三代家都松平信光的时代 在殷人之乱的变局中 松平市成为三合国内 一直不可忽略的土豪势力 严金城 钢崎城等城池 都化入了松平市的势力范围 传说这位松平信光的生育能力惊人 一共生了四十多个子女 这些子女们分布到三合各地 开直散叶 又分出了好多分支 后世有十八松平之称 各个松平市的领地加在一起 几乎占了三合国三分之一的范围 松平市这时已经摆脱了商人的身份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方领主 而松平信光的儿子松平亲中 以安祥成为根据地 分出的安城松平市 成为其中最为昌盛的一个分支 松平亲中死后 家业传给儿子松平常中 但没过多久 松平常中让位给儿子松平信中 这时 骏河的金川市攻入三合 松平市遭遇到沉重的打击 作为松平市领头羊的安城松平市 唯信也因此遗落千丈 松平信中被松平市内部各分家逼宫 不得不将家都职位 让给了儿子松平清康 松平清康出生于1511年 1523年继承家都时 仅仅13岁 从松平亲时算起 松平清康算是松平市第七代家都 从松平亲中算起 松平清康算是安城松平市的第四代家都 结果家都的松平清康面临内忧外患 局势相当严峻 且不说三合国外 有郡和金川市和伟章之田市虎视眈眈 在松平市内部 松平清康也得处理松平市各分家的挑战 1524年 接任家都的第二年 松平清康开始肃清内部反对势力 重兵攻下钢旗松平市 松平信真的重要据点山中城 在松平清康伶俐的攻势之下 松平信真不得不退出钢旗城 还把女儿嫁给松平清康 以示降服 此后 松平清康将根据地从安祥城迁到山中城 后来又移到了钢旗城 1526年 金川家的家都 金川市迁离开了人世 金川市对松平市的压制 暂时得到缓解 松平清康决定趁着这个机会 展开统一三合的行动 到1530年 松平清康攻克金川市在三合的重镇 牧野市的吉田城 气势如虹的松平军所到之处 国人无不望风而降 三合国的大部分领地 纳入了松平清康的版图 为了应付极具扩大的势力 以及快速增援的家臣团 松平清康在龙头山建造新的钢旗城 成为之后百年松平市的主城 另一方面为了提升松平市的家格名望 摆脱乡间商骨的血统 松平清康开始自称是新田市的后裔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刚满20岁的松平清康 不仅具备了成为战国一方大名的前置 也伸出了称霸一方 三十岁夺取天下的雄心 松平清康雄心万丈 壮志激昂 三合的崛起如同神话一般 然而 这颗令金川市 知田市 甚至是甲匪的武田信虎 都感到心迹的新兴 很快化作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 早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535年 松平清康率军进攻伪章守山城 一个留言传了出来 说松平家的老臣阿布定吉 私通英景松平市的掌门人松平信定 这个松平信定 是松平清康的叔叔 从年幼的松平清康 金人家都开始 松平信定便有所不满 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 另一方面 松平信定与伪章之田 是有殷亲关系 因此这番出征伪章 松平信定没有随军出征 大军临战 众臣离心这样的流言 如果属实 自然不能等闲适智 阿布定吉自己也知道事态严重 他大概觉得自己 能幸免于死的可能性实在是不高 于是写下了表达忠诚的誓书 把儿子阿布迷七郎叫到跟前 他吩咐儿子 如果自己因此被杀 就把誓书拿出来以正清白 第二天 军营中有马匹受精 引起一阵骚动 阿布迷七郎 近物以为是 松平清康要抓捕父亲 便冲到松平清康跟前 把刀刺向毫无防备的松平清康 雄心勃勃 且被给予厚望的松平清康 还没搞清状况 就一命呜呼了 而阿布迷七郎也糊里糊涂地 被松平清康的进城斩杀 主将遭刺身亡 松平军只得撤军回了刚起 这一几起偶然 又相当蹊跷的事件 使称守山崩 后人猜测 守山崩前 军中的刘延 极有可能与松平信定有关 松平信定没有随军出征 他在三合国内散播刘延 意图混乱军心 一旦军情生变 他就可以和知田氏联手 对松平清康形成东西夹击之事 但是 或许策划刘延的松平信定 也没有想到这个流言会导致松平清康的死亡 对松平清康之死的消息 将信江仪的松平信定 最终按兵不动 错失了击溃安城松平市最好的机会 松平清康死后 他的长子松平广中继承家业 原本归顺松平家的豪族势力 纷纷逃窜 自寻出路 松平家的霸野昙花一现 瞬间崩塌 松平市第一次成为战国大明的努力 以失败告终 之后 松平市陷入内乱 被迫依附金川市 直至德川家康崛起 才重振家生 黄金川家康崛起 房未经认 问 嬷 中